以后都能给他买这个 啥都能给他买 看人家带你演啥吗 那你去吧 那没事 如果我就不演啥了就给你买了 你爹就给你买了 不用他说 他说 你说你上哪干啥去 你去这鬼去买这个 你瞅三眼我都给你买了 你再说呗 他说你带他瞅完你 我都能给你买 都说饭款保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薛荣大妈太爱攀比 直呼不给买金手势就不处对象 大爷一咬牙 直接就掏药包成交了 这都小灯泡不是大灯泡 你问我都这样 我开开看看吧 你也说 这个是火烧的吗 这火烧不几天 我刚想说 我说咋感觉咱家墙这么黑 这火烧的咋的了 是我烧全烧了这屋里东西 啥时候起的火啊 三份 三月份烧的啊 三份烧一会 前的那个五月十八烧一会 这屋窗户你看全烤碎了 这个全烧了 屋里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都烧了 不是这两次起火是咋回事啊 都是电着的 就像这个插座 这个看上去就着了 对不对 啊就是电屋子啊 是插座坏了 啥也没插了 这个空间多个这哥就着了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爷闪亮登场 真是瘸腿跑赢飞毛腿 一想不到啊 红娘刚走到大爷的靠屋里 就发觉这房间昏暗得不得了 本来还以为是外面天鹰啊 但是这外头可是几十度的大太阳呢 一看墙壁上都是烧焦的黑茶组 这才了解到大爷的家里之前发生过火灾啊 好在咱大爷没在乎里啊 没人呢咋 他家门就个人 那我出门 那咋子 给那个鸡子 查过那鸡子 看这个这么鸽子 唱着那么鸽子 鸽好几十年了 两次家门都没人 就各个找各个灭的 他自己找自己灭的 你看他这两个门就没人 那我啥都没东西呢 不是 叔叔你听我说 你像这种情况啊 你说你现在是不是没啥用 没啥用的时候 你走的时候 有冰柜的这个 冰柜拔的不动啊 你那个冰柜那块 没有单独的一个茶座是吗 没有没有 我的墙是没想的 你就只能是 只能是那个 就那个线一接就那了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的 我这方是79年盖的 叔叔我能明白 咱之前的房子吧 盖的年轴多 当时就没留 没给那个冰柜 留那个茶牌和茶座 对对对 啥都没有 那我感觉吧 你看在别人家 你像我家也是 肯定线不够长 我们都接的茶座 但是也没说的 质量好点的线 对也没说总 这都是好线 那基本都好线 你是啥的 你得找那个明白的 比如说电工啊 或者啥的 这都电工街的 我说你找明白人 再问问 那不能说的 没有我也没啥意思的 为啥呢 屋也烧了 东西没了 也不新药了 房也不住了 马上就走 这房子犯毛病 不想住了 那你上哪儿住去啊 我哥有房子 我哥那房子 不行我去住 我哥那也行 要不就买一套房子 房坏于未然这句话 就是在提醒他大爷啊 毕竟除了这样的事 说的不好了 就是一场灾难 说的好了 就是这屋子替大爷挡灾了 本来就因为 插线板发生了火灾 但是红娘看到大爷的布局 是一点没变 也是心里担忧起来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虽然现在该烧的都没了 但是咱也得多多提防啊 哪成想大爷这是腰包实力高 决定再买一套啊 我媳妇花七十多万 她十七岁就长病 吊白血症 那你俩啥时候解的婚呢 我三十 那她呢 她那年二十三 那当时结婚的时候 你应该 她同台报纸的 我是和平日的 谁又发现不了 但又不是大夫不是啥 人绑大约缘好好的 不都俩又就知道了 肚腾了 还带不住了就上院学卡去吧 那院学卡说 你这不行 你这也有毛病了 你再不能上 再生就去死了 你这么的 完蛋了一开始说了 那得我白血症 完蛋了一个人生 你这血型了 他根本就不行 告诉你别生了 你别要了 不中了 我姑娘是给那个 是自然界域生的她 她家四个姑娘一个小子 这边人家小孩多 这边人家一堆都没发整 都不当好事了 我说那她说 我叔叔跟他们家人去商量 我说你要的吧 你家没有耳 到你家 只能披在他们家墙 能相复 这么 我说 那时候说 我也 那家不 要的吧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大爷先贤 可是白手起家 干烧砖的 一天赚的钱 就顶人家一年 十分之一的光景 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 个子跑 但是大爷就是为人家 划光了所有积蓄 明知道那是个填不到底的坑 大爷还硬是就这么干了 女儿还是保养非心生的 坏的都搅成一碗汤了啊 你这老姐们从上海回来了 回来 你咱这成人招老头了 招头了 招多了 招多年了 招9个月了 他说一个月给我过 给我那什么 给我存500块钱 完了那个 完了衣服那什么格外的 完了这么点 我说那也行 完了我就想 我说你给我买个戒指也装 买个项链也装 我说我得后都打去了 有件的 我不要说是一万两万的 我就要四五百块钱的 我说那你还不能够买 一分钱不给我过 完了就给我过 一个月给我500块钱 你这团的哪个 你看他 你就给我给我一万块钱 就拉倒了 我啥我不要了 完就每每一余 咱俩就算结婚了 就得了呗 那不挺好的吗 不干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妈闪亮登场 说起这次铁树开花 再逢一春 大妈多多少少 也是受到了闺蜜的刺激 看着人家戴着大金链子 大金铒子 就是满脸的羡慕啊 要戒着要黄的 我说你要戒着不给我买 给我买个项链 买个细的 咱们说 有那时候要戒着 那个他戒几百块钱 我那不能够买 那不行 那也不能买 咦 那据我所知啊 当时你好像这样的 刚开始去 我记得啊 我跟你一起去的 当时你可说了 你说的啊 我啥也不要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又不是大 又不是那个大姑娘了 要啥财礼啊 这话当时什么 那是 这么大财数了 要啥财礼啊 就不能要了 要啥要啊 那是 我是能说 我就要要一个戒指 我还没那儿买 晚上我说你给我买个戒 我看咱们都买戒指了 他都不买戒指了 我说你给我买个戒指吗 我买戒指 这不是这么事吗 那你给我买戒指 他在花一千多块钱啊 那你算多吗 我花一千多块钱啊 那那多吗 咱们我跟你过一回 咱们说你那 一千多块钱 你就舍不出来了 你不还是耐心不准 那我能问一下吗 爷 是在人家书搭呀 你月月给你存500块钱 之后 你又要了个戒指吧 嗯呢 那爷 你咋你看 你咋不明白这个账呢 长得一般 我不说是长得太俊了 一个对我好 心好 我不说是要成俊成俊的 我不要 这么大岁要那么俊嘎呀 他咋个成俊你好啊 像他这老头人 来把啥都帮干 那我心不我没有吗 我不啥不捏的 是不是那种事 那你就帮我干这干那 那你就天天早不起来 睡睡睡把野场得起来 我都放在外地手 整员上 那你就得我带呢 那你 你说存钱要高你 你老公 那你啥心情 是不是那种事吧 人可有命富贵在天 虽然闺蜜的日子 事过的风生水起 爸妈上次相亲找对象 就是因为起了攀比心 闺蜜要有的 我也必须要有 直接就伸手问 人家要三斤彩礼 不给首饰就不处对象 结果这连的毛都没有着 反而是被人家骂的 追出了三礼的啊 不过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就看大妈这次能否有好运了啊 那什么 你老板洗几年啊 今天刚烧了三周年 癌症 癌症啊 癌症啊 那钱花五十就记不住了都 就最近四年就花五十多吧 都是你个打工证据 那些大花 不见个严厌症那么多白灯了嘛 那现在你还有多钱呢 手里一点钱没有 没有钱了 这就是实话 次说他朋友不用了 就靠在地儿就拉倒了 这时候呢 曾大祟就是打经了 生锅炉了就干这个啊那 那后我都不惜干 我跟你说 你看那这妈家不惜干嘛 那时候你不用 我看都是好活劲呆子回来 那当我说我饿了一天就行了 我家有这一场人 在一开之后 这个生活就拉倒了 我别差也不干 我就呆了 这行不行啊 把你这是我跟你说 把你自己要看 别看去摆扯 你个决定现在 要以后我要行 先吐吐吧 这个打了就吐 先吐吐吧 挺好 两人一坐下身来 大妈倒是性格开朗 毫不避讳 直接就胡动里赶出 直来直去 询问大爷的前妻 走了多久了 大爷直呼 自作为老伴三斤加财 这几年花的钱 可都是大妈辛苦一辈子 都望沉默契的啊 闺蜜听了也是直言赞同 毕竟像正有则 任敢担当的好男人 可真是大海里捞针 没处寻啊 我就说叶叶 不出烟卷 不想吗 不想 我不出烟了 我烟寄了 原先也出烟 他那个以前出烟的没事 他不管我挺好的 假意的 不是 那我出了四十来年 我带他管我出烟 妈 我能寄吗 然后我乐美吧 乐咋吧 乐那个妈 咋样抹吧抹吧 赶着脸 包装 那没事了 人跟着好吃好拿 好女儿都有 好美的 都有一 我不救的 人也不好美的救的 那那活了干啥呢 就吃穿喝玩乐了吗 我买到十九二十九的 那都是人给我的 我哥 没有 虽然吃东 赶到那个 就是穿就买 想吃就是想穿就穿 完事了 他愿意买多钱 买多钱就出 咱看这么亲事隐事 小马拴在大树上 牢耗得不得了啊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大妈是四十多年就好抽烟这一口 别的打麻将喝酒跳舞 那是一丁点都不带粘的 大爷一听没想到是一点都不带货 反而是直言 每个人都有点兴趣爱好 不然这么多年单身寂寞 不还得憋屈子啊 你每天老头什么 你买化妆品买衣服买啥 我都懂 他这个老头不扣 他这个以后都能给他买这个 啥都能给他买 看人家带人演啥吗 那你去吧 老头也不演啥 那没事 有我就不演啥了就给你买了 你爹就给你买了 不用他说 我他说 你说你上哪干啥去 说你去这鬼去买这个 你瞅三眼我都给你买了 你再说呗 他说你带他瞅你我都能给你买 手腕跟着 我都给他准备 都给他买 跟你一抗碎交易 你再不搭他买 你不搭他满意 那你还适应了吗 他得都你不给他买 他啥都心都心的 变成这回事 你给他买了 他说你买一样 是不是他能老说吗 不可能吧 不口反正 说话挺大的 你不说是那种满意 口着狗索着 一说这个不行 这个那不行 那不挺好的吗 这都不错 这都满意了 行 真是司马懿辅助哥 单拜下风啊 大妈眼看 相亲都进行到尾声了 聊了这么多 闹了这么久 也是直接配合闺蜜 来了首友情演出 直接就开始把话题 带到了首饰戒指上 还真是虚拥得不得了 大爷一听也是心中明了 虽然说心疼腰包里的碎银子 但是为了后半生有个半 人家还真是豁出去了 两手一探就表示 该有的咱都有别人没有的 大爷也是通通买给咱啊 一样我都已经数不清 这是给你教的第几个了 这个可得好好整理 这个不整 这不可 这也是 这回啥的 就不用羡慕你闺蜜了吧 不用羡慕你闺蜜了 啥都有了 行 爱情靠争取 为爱不放弃 不过这段建立在金手诗上的爱情 咱也不知道能够持续多久啊 都说饭馆保钱给够 漂亮媳妇就能往家凑 但是这爱攀比的虚荣大妈 只要给首饰就处对象 也不知道会不会带来余生的幸福啊 好